想知道当红的话题用英文怎么说吗? 跟着News ABC听时事学英文 Come on everyone! 欢迎收听News ABC 我是文字敖外语大学传播艺术系的Christina 我是文字敖外语大学传播艺术系的Peter 你听说了吗? 寿山动物园的行动动物园最近去了原乡小学 第一次实体宣导猛情保育观念 小朋友们应该非常开心吧? 那一定是个很有趣的体验 我可以想象到小学生看到猛情飞翔的画面应该会很惊喜 他们能近距离观察猛情 这种机会对于他们来说真的非常难得 动物园对于动物保育的生命教育有着很重要的作用 不过对于偏乡的孩子来说 路程通常比较遥远 那么行动动物园这样的计划真的很有意义 可以将动物保育知识传递到高雄每个角落 特别是对原乡孩子们来说 这次宣导除了让孩子们认识不同种类的猛情外 也有助于宣传传递生态的平衡观念 就让我们透过今天这则新闻来学习一些英文单字吧 第一个单字 动物园 Zoo 动物园 Zoo He saw some amazing sights at La Rue 他在动物园里看到一些珍奇异兽 He saw some amazing sights at La Rue 他在动物园里看到一些珍奇异兽 第二个单字 保育 Conservation 保育 Conservation Most people have come to accept to the need to for conservation of natural resources 现在大多数的人已认识到保育自然资源的比较 Most people have come to accept to the need to for conservation of natural resources 现在大多数的人已认识到保育自然资源的比较 第三个单字 安排 Arrange 安排 Arrange I have arranged one of my staff to meet you at the airport 我已经安排好一个职员到飞机场接你 I have arranged one of my staff to meet you at the airport 我已经安排好一个职员到飞机场接你 让我们来复习一下今天的英文单字吧 动物园 Zoo 保育 Conservation 安排 Arrange 这样大家都学会今天的英文单字了吗 那我们下次在一起听新闻学英文 我们下次见拜拜 拜拜